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这本账簿记录了对我不利的证据 也没有被采信的道理 何以先得 这很有可能是梁坤为了保命 买通了杜妃所制造出来的假证据 目的就是要本官撤销对他的指控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军府大人 刚才的判决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什么疑问呢 下官以为 那大人撞见梁坤杀人的时间地点 似乎太过巧合了 那大人 您对此有何解释啊 我无法解释 而且我认为我也无需解释 那大人 出于侄子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您只是一个三品轻车都尉 我想请大人注意 即使杜妃的死和铁桥三无关 他也必须为梁坤这个名字扶手认罪 要说到这一点 那就更有意思了 决定三堂会审之后 我特意让人快马驾鞭 从刑部调来了这个卷宗 上面明明写着 梁坤已经坠河而亡 那大人 您还是自己先看看吧 这上面还有提醒暗查室的观音 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卷宗 很有可能是梁坤买通了杜妃杜撰的 即便梁坤和铁桥三是同一个人 但却从法理上来说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梁坤 而只有铁桥三一个人 如果你现在要是判梁坤的话 最好首先要想出办法来 让梁坤死而复生才行 那大人 杜妃呀杜妃 你还真是要跟我作对到底呀 连死了都不愿意放过我对吗 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我本以为你再固执 也不会在背地里跟我耍什么心机 没想到 你竟然敢瞒着我死保刑部 把梁坤的案子给结了 你以为你结了梁坤的案子 我就没有办法整治他了吗 你休想 我不管他是梁坤还是铁桥三 只要有我拿鬼保在的一天 我就不会让他好过 不信你就给我等着 你等着 这官府也太黑了 真凶都已经抓到了 还不放师父 要放也得知道真凶是谁啊 真凶就是王彪顾英 人都抓起来了 要我说 拿鬼保现在就是在做困兽之斗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拿鬼保 万一给师父玩阴的怎么办 我就怕这一招 所以我把阿水早就安排在大楼门口盯着了 你放心 大师兄 你说师父能放出来吗 当然能放出来了 你想 如果我不放出来的话 今天安师妹这招不是白忙活了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要不是安师妹 师父非得被判斩的绝不可啊 看不懂 看不懂安师妹 有什么不懂的 他的意思是说 看不懂这个安姑娘 还想不想找三个报仇 对吧 有什么不懂的 如果安师妹还想纠缠师父 干嘛救他呀 笨蛋 就是因为安姑娘还想找三个报仇 他才会救他 要不然三个死了 他跟谁报仇去啊 蓝儿姑娘讲的美满有道理 你满谁笨蛋 我 我跟你说 你说话没大没小的 这是大师兄 以后追一点 无所谓 无所谓 不好了 少爷 大师不好了 少爷 刚才那个牙医大哥跟我说 那个孤鹰被带回纳府了 为什么 他不是犯人吗 你废话 孤鹰是纳柜宝的人 纳柜宝能不保他吗 难道他们想把罪 推到咱师父头上 半家林 叫大师兄 差不多就行了 是没事没事 大师兄 你先带大家去城门口 我去找安姑娘 为什么是城门口 你废话 是安师妹指人的顾鹰 顾鹰现在出来了 安师妹能就这么 算了 再说了 安师妹是咱们这顶武功最高强的 对不对 他要来了 那如同摩虎天翼啊 死胖子 师父不带你当我是病猫是吧 你帮我当大师兄吗 别害怕 以为你是兰儿姑娘了 给你面子了 你是不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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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干嘛了 干嘛用我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你要谢别谢我 该谢王彪给你做了替死鬼 但是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保证 你就一定能够活命 这些银两你先拿着 这支令牌保你安全离开广州 大人 感谢那大人 等你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让人捎个信给我 等事情过去之后 我自会让你回来 小的知道了 那小的现在就走了 大人 大人 保重 走吧 魏云飞 魏云飞 你是想把我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把走吗 好 既然你想跟我玩 那纳蒙一定奉陪到底 爹 难道您知道 师兄一直是这样的人吗 回风堂 怎么会变成如此的境地 您最得意的门声 不仅走私鸦片 祸国殃民 还勾结贪官 滥杀无辜 爹 女儿知道 如今我借法师兄 就意味着 汇丰堂会名声扫地 是 可是 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不能让灰封堂 再这样沉沦下去了 小姐 这位代姑娘说要找您 是你 什么事啊 龟英被人带走了 被谁带走了 还用问吗 肯定是拿桂宝 现在林公子和四怪 已经去赌人了 谢谢你告诉我 魏大人曾经说过 龟英很可能知道 毒药的来源 所以我才急着来告诉你 要是让他跑了 你就真的找不到 谁杀了安堂主了 而且 他也可能是证明 三哥清白的唯一证人了 走 老爷 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 好人好报 恶人恶报 那桂宝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 顾英和王彪的身上 可我手上 却只有一个王彪啊 现在有了王彪 还不能放了铁桥三吗 显然王彪 已经把所有责任 都推卸给了其他人 现在 还有一个顾英在逃 顾英 是拿桂宝的人 现在双方还无从对峙 所以铁桥三 还只能待在大牢里 要是一直找不到顾英 那可怎么办啊 拿桂宝会不会杀人灭口啊 要知道 那顾英手上 也有不少 拿桂宝的犯罪证据 这两个人是一条船上的 我相信 顾英也清楚 他一定会 保护自己的 所以拿桂宝 现在还不会对顾英下手 魏大人说的 也不无道理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nfluen,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啊 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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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呀 一会儿你们负责蒙头 我们负责打 我知道呀 好吧 去看看 顾鹰是不是一定从这儿走啊 他如果不从这儿走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拿回包干掉了 你怕谁 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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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容易就得手了 容易 太锁了 好了好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别动别动 老实点 你们想干什么 你也有今天啊 害死小顺子的毒是谁给的 说不说 孙老板 这次的货 拜托了 哪里哪里 您这样说可就折杀我了 对啊 克里顿大班 那您过往对我们可是 一向是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 那我爹在行会里 怎么说也是人人敬仰的行商 经不起您这么折腾啊 成龙啊 当着克里顿大班的面怎么说话呢 这不让人家说咱们没家教吗 孙老板 我知道 以前我们有不少误会 不过大家一起合作做生意 难免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 如果我克里顿有一些 对不住你的地方 您就大人不及小人过吧 克里顿大班 您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 您今天设宴款待我们父子 我孙某人不是一个 看不出眉眼高低 不识抬举之人哪 那大人现在被铁桥三给牵制着 不能自拔 王彪又深陷淋雨 照前赵老板又查无下落 您克里顿大班实在是 没有可用的人手 否则您也不会来找我不是吗 不过我孙某人在行内 那是有名的大善人 一定不会因为您现在有难处 我就落井下石啊 更不会把送上门的生意 往外推啊 您放心 您交代的事情 我孙某人一定是尽心尽力 来人吗 来人吗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二位 请问你们预定座位了没有啊 我有朋友在这儿 好 那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有 别人 有 别人 好好好 那二位老板这边请 来来来 来 这边请 二位老板玩得尽兴啊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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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 喝茶 喝茶 好 来 看什么看呢你 看看 看看 没事 别看了 走 走 走 好好好 非常好 好 孙老板 我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不会再有任何人 方案我们之间的合作了 好 阿世 阿世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好 请 好 干杯 丛龙啊 快给大班到酒 阿世 来来来来 大班 谢谢你 好 来来来 再敬您一杯 好的 咱们干杯 好 来 干杯 我真的没想到 孙老板这样有成语 你放心 我非常高兴 克里顿大班 您走好 再见 老爷 我去去骂车 去吧 爹 你说这克里顿大班 这回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呀 什么真的假的 这洋鬼子呀 是走投无路了 寇门也不能逼他 逼得太紧 他要是真的苟急跳墙 把生意挪到了福建和浙江 那我们找谁挣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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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什么人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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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老爷呢 咱们困在那边好了 站住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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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站住 你们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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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那我什么事儿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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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板 我爹是你二十多年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杀他 安堂主不是我杀的 你胡说 我今天 要拿你的命来拜祭我爹 先过我这回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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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姑娘 我再说一遍 你爹不是我杀的 你胡说 小顺子身上的毒 和我爹身上的毒是一样的 不应说 毒药是你的 毒药是我的 可那是王彪从我那拿走的毒 是他害死的你爹 王彪 我 你是说 是我师兄杀了我爹 我心里就回去问问他 安姑娘 现在怎么办 就这样放了他们吗 抓起来 拉他回去跟王彪对峙 走 青苏的你别走 别追 有迷香 有迷香 看什么看啊 岂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你如何能对得起安堂主 对你的栽培 我师父对我如何不需要你过问 就在那边 进去吧 师妹 师妹你来了 我爹是你杀的 对不对 师妹 你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梁坤 你跟我师妹胡说什么了 我跟你一起被关在这里 我何时有机会 是孙腾娇说的 难道 我爹真的是你杀的 师妹 你别听孙老板胡说 我们要害师父 是他 你亲眼看你的 孙老板说 他把毒药交给你 然后你趁着我爹和铁桥三 对阵休息的时候 给他下了毒药 然后再陷害给铁桥三 师妹 师妹 这是误会 我 我不是犹豫的 他 他 他 真的是你 王彪 你怎么可以做出 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给我闭嘴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手下的杨征素怪 到我们的码头抢地盘 我师父也不会盲生退役 我师父可以不干 我们手下的人呢 难道我爹一直亏待你了吗 说到底 你还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 对 我是自私 但我错了吗 我要不是和孙老板他们继续合作 汇丰堂能走到今天吗 要不是我尽力维护 汇丰堂造散了 你不会真以为 情义能当饭吃 正义能当水喝吧 放屁 我告诉你 只有白花花的银子 才最实际 你知不知道 就为了几个臭钱 你就忘了我爹 对你有多好了吗 我没忘 师父对我恩重如山 可我也是被逼的 王彪 今天 我就要把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卫大人 我要让你 罪上加罪 不得好死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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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多心不义 必自毙 王彪 你可以找千百种理由 为你推脱罪行 但是王彪 你逃脱不了律法的制裁 我听说铁身 今天就要被放出来了 是吗 是吗 这么多天了 终于被放出来了 我说铁身不是冤枉的 对呀 我昨天就会相信铁身我会杀人 是 终于被放出来了 什么时候出来了 铁身不敢是我最敬重的人 是 是 大二兄啊 我有点紧张 我也是 我也是 真是急死我了 来了 人来了 来了 来了 不是说我师父没事的吗 我是师父人的 住嘴 广东总督 魏大人遇事 暗查司捕头 杜妃被杀一案 因证据不足 先行开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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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和你 要加勇田 武尽 hare 从此不在认识你 二宝战湿 努 citation 勇 tijd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乔老板 林先生 铁桥三已经放出来了 那铁桥三释放的理由是什么 说是证据不足 先行开示 所以 他们还是怀疑铁桥三有罪 你先别急 这恐怕是个折中之计 什么意思 那天魏大人在宫堂上 他拿了拉桂宝的犯罪证据 可是他连打都没有打开过 对 您说过 那是为了顾全拿桂宝的面子问题 毕竟拿桂宝是黄金国戚 也就是说 魏大人那天如果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你觉得拿桂宝会善罢甘休吗 谁都知道 拿桂宝现在的靠山 可是当今的吏部尚书牟善牟大人 魏大人若是轻举妄动的话 到时候不但人抓不到 反而会被沐善革职 到时候还有谁能值拿桂宝呢 但是这样就让铁桥三帮他背黑锅了 怎么 舍不得 车丫丫头 乔老板 你先下去 碰上铁桥三你就告诉他 若不是我们满庭坊的林先生 贵求魏大人 今天他可不能那么风光地走在街上 是 别别别 乔老板跟你开玩笑呢 乔老板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不然胡老板又该生气了 傻孩子 不知道要傻到什么时候 快看 铁住 来来来 这边这边 来来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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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让一下 不要急啊 来来来来 让一下 不要急啊 来来来来来来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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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心疼 别急 是 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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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姨 别急 来来来 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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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师傅 师傅 您还没有告诉我们呢 您在大牢里打败英姬 厉大厉事的功夫 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啊 怎么你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呢 就叫做铁线拳吧 铁线拳 师傅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铁线拳 交给我们呢 交给你们啊 这个嘛 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还得再想想啊 好 多谢 多谢 别急 你确定不去相认吗 我们回来了 师傅回家了 今天带喜事 大师兄我请客 大家好好敬客 大家好好敬客一下 好 谁啊 卫大人 怎么是您呢 卫大人 不速之客不欢迎吗 岂敢岂敢 若不是卫大人 铁销餐今天 也没有办法回到宝之链 大人请坐 谢谢 请问卫大人 总督大人是不是收了 纳桂宝的银子 此话从可说起 纳桂宝徇私王法 身前好几宗命案 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只是把我师父放出来 这就怎么回事吗 白家林 你怎么跟总督大人说话呢 我说错了吗 卫大人 难道杜捕头找出来的账本 还不能治纳桂宝的罪吗 诸位都是民间好汉 却不知道官场 凡所复杂的人情事故 拿桂宝 身为朝廷的三品大员 仅凭杜妃杜捕头的账本 是斑驳倒塌的 若是动他的时机不成熟 就会引起另一方 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弹 我现在必须要找到的是 拿桂宝直接参与 走私鸦片的证据 所以大人不是糊涂 而是装糊涂 官官相护 没有机会出手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拿桂宝身为朝廷的三品大员 要想追究他 必须先给皇上上奏折 如果证据不充分 皇上准奏不准奏且不说 这一来一回 至少也得三个月 这期间 拿桂宝若想整治铁师傅 随便找个理由 即便是没有理由 要想不让铁师傅走出死囚 作为安查室 也不会没有办法的 也就是说 就像高手过招 彼此都抓到了对方的要害 比不动 此也不动 最好的方法 就是各自退一步 好聪明的小兰姑娘 所以铁师傅能够这么快地走出死囚牢 应该就是拿桂宝给我魏某人的一个面子 真的是要多谢为大人相助 我不要你谢我 我要你帮助我 我想请你担任我总督府的总护卫 我 我 名为保护 暗则是帮我调查拿桂宝的罪行 这 我可能不能答应魏大人 师傅为什么不去啊 你暂且不说当上这个总护卫 有多么威风 至少那个拿桂宝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对我们肆无忌惮呢 就是 帮助魏大人调查拿桂宝的事情 我当然会做 只是 我不想当官 天师傅 你若是有公职磅身 在广州行事 会方便许多 魏大人 您就饶了我吧 这官场的水太深了 而且 您又是了解我的情况 若不是因为我父母蒙冤 我也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可能 我还在佛山烧我的陶瓷 过我的太平日子 人各有志 既然铁师傅坚持 那我也就不再勉强 不过 拿桂宝的事 还是一定要办的 铁销三 一定尽心竭力 为大人办好此事 另外还有件事情 魏大人 但说无妨 本来这件事情 用不着我来向你开口 但我实在是忍不住 原本我根本不知道 你铁销三是何许人家 更不知道 你被拿桂宝所陷害 直到一位姑娘 当街拦路来找我 这 我才知道 是拿桂宝在陷害你 姑娘 哪位姑娘 一位在满庭坊 弹琴的姑娘 你是说那个琴师 魏氏小姐 人呢 你们之前那位琴师呢 不知道啊 懂不懂规矩啊 我们白天不营业 知道吗 这位老板 您是铁销三师傅吧 正是 您能大驾光明 那我们这里是澎壁生辉啊 掌柜掌柜 掌柜掌柜 您太客气了 我们这儿白天不开门 晚上才营业啊 掌柜的您误会了 我不是来庭曲的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找谁啊 琴师 您之前那位琴师呢 你说的是临江 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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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临江就是临江 他人呢 他今天一早上辞职不干了 辞职 是啊 那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这 这 他知道下落 我可不认识一个什么叫江灵儿的 我只认识一个叫临江的小乞丐 临江他就是江灵儿 他是我家小姐 小兰别急呀 可是这个乞丐 我现在连乞讨的本事都没有 沿街走来 连一厘米都没有讨到 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看出 他是一个女的 所以我才收留他 让他做我的情师 多谢乔老板 如果不是您的话 林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 可是他遇到我 还是太晚了 你们无法想象 拿桂宝是如何折磨他的 拿桂宝 铁师傅 那种苦 也只能由你自己心领神会了 林江从拿桂宝手中逃出来之后 已自觉无法配上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小姐 都怪我 我对不起你 小兰姑娘 你先别急着哭 现在最重要的 是打听到林二姑娘的下落 乔老板 您再想一想 江姑娘走的时候 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给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一定会继续找下去的呀 乔老板 我求求你 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是我的林二 我现在一定要找到她 不能让她在外面 继续流浪 林江曾说 梁山 佛山的大荣树下 是你们一起玩耍的地方 小姐她回佛山了 我 骗了 再见了 光珠 好 再见了 万亭坊 他始终还是不愿见你呀 大人要问我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想找到林儿 好好问问她 女孩的心思 始终是很难猜测的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这姑娘对你的心意 一定是真的 要是你这次去佛山 能够见到她的话 你好好问问她 本官啊 也很想知道答案 好 但是我这趟我回佛山 我怕会耽误大人 调查拿贵宝的事情 不妨 你看拿贵宝现在啊 很是关照我的 所以大人最近也不好轻举妄动 但是这件事情 还是要从十三行下属 据说拿贵宝和孙腾娇 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知道 我看过贵宝 铁师傅你的父母 都是被孙腾娇所举报 现在抓住了拿贵宝 拿孙腾娇也就难以置身度外了 我一直想抓到孙腾娇 把他生之以法 可是 一直找不到证据 所以 说到底 我们还是从拿贵宝的身上下属 好 这次我找到林二侯 立马回广州 与大人联手 把孙腾娇跟拿贵宝 一网打尽 好 那我就以茶代酒 多谢大人 祝你一路平安 早去早归 好 铁师傅 满满这片秋水 也曾经听过 踏避山转无约 谁寻洒脱 生死寂寓 情是否伴你我 滚尽 滚似 困惑 遥望 躺遥 大人 有一段秋水 一人憔悴 最广 宁愿 相思苦 最两行泪 花 我 求 心愿 你是否也爱过 我要 怎么去做 珍惜这一生 说好不分意 想爱这一生 爱化作幸运 天年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刻 三世纪 珍惜这一生 说好不分意 想爱这一生 爱化作幸运 编绵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刻 三世纪 看起这一生 和君要别离 我会这一生 泪是甘愿作弊 为证明你我曾爱过 为证明你我曾爱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